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外面挣钱养家 虽然看样子我是一家之主 可实际上我们家所有事情都是老婆说了算 我在家里面一点地位都没有 连女儿都一点都不怕我 老婆的性格比较强势 我跟她刚好相反 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少不了摩擦 如果她比较强势的话 那我就多忍让她一点 可是从恋爱到现在 老婆的脾气一直有增无减 经常我什么都没干她 就会把所有气发到我身上 我根本不敢有什么反抗 因为我只要说错一句话 我每个月500块钱零花钱就没有了 每个月一发工资 我就会把钱给老婆 他只会给我500块钱的零花钱 花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一直非常省吃俭用 老婆对我抠门 但是她对自己却非常大方 家里面一柜子都是她的衣服 科医就天天上网看衣服 家里面的快递也从来没有停过 我每次觉得心里不平衡的时候 老婆总会说你挣钱 不是不就是让我花的吗 我听了之后也无法反驳 我真的特别穷 不敢乱抽烟喝酒 也不敢和兄弟朋友们吃饭聊天 有应酬的时候还要绞尽脑子想理由去拒绝 因为我实在没有钱回请 一个30多的男人 活到我这种地步也是挺心酸的 可是老婆觉得她对我挺好的 除了在钱上面比较抠门 老婆上周末带着女儿出去旅游 结果老婆大舅和大舅妈来到我们家做客 当时我正在上班 突然接到老婆的电话 我浑身上下加起来就几十块钱 实在想不出来用什么办法招待她家亲戚 别说是她大舅和大舅妈了 就算岳父岳母亲自来 我也就是把他们带到家里面喝杯茶而已 余 貧地呆 别说是她的 因果物 让你带到家里面喝酒 还要认得更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